我們來看看這套題 這套題考察的是有關顯示器的WayRAM這兩個點的 首先我們知道顯示器按照顯示的元器鍵或顯示單元可以分為CAT LCD LED 那我們現在家裡面的電視因為很薄嘛 都是屬於LCT或者LED的 那麼如果按照顯示器的內容可以分為制服圖形圖像 我們現在的計算機的這個屏幕 然後電視等等這些都屬於圖像顯示器 那制服顯示器顧名思義 顯示什麼呢?數字符號 那WayRAM是什麼呢? 那WayRAM是一個我們用來存放每一針圖像信息的 這麼一個存儲單元 然後可以看一下這個數字和符號 也就是制服是用什麼表示呢? 我們一般是用Rs科馬來進行表示的 所以它要寫的正確答案呢 選擇這個A選項 那B選項BCD碼 那BCD碼只可以表示什麼呢? 只可以表示數字 而不能表示符號 那至於C和D兩個選項 都是用來和表示漢字有關的 那沒有辦法表示數字符號 所以這要寫的正確答案呢 選擇是一個A選項 這要題講解結束 對方的答案呢? 對方的答案呢? 我們來為了解答案